各位朋友,同学们,大家在祝礼平安,喜乐。 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从13节一直念到19节。 凡道的话,如果你可以,请你请我们一起来。 神在这个话语,你们要记得宅人,因为宁道叶王,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近期的人也过。 宁道永生,那门是宅的,路是小的,早早的人也少。 你们要防备假性质,他们到你们这里来。 外面提这两题,理念却是长暴的。 提着他们的脖子,就会认出他们来。 地底下岂能在乎他们,地底底下岂能在乎他们。 这样,凡好树都结好脖子,唯独坏树坏脖子。 好树不能结坏脖子,坏树不能结好脖子。 凡不结好脖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所以凭着他们的脖子,就会认出他们来。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勾进天国。 唯独真心我天父十一的人,才能进去。 当那日,没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干队,奉你的名信许多异能吗? 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人,离开我去吧。 所以凡经见我主啊,就去醒了。 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潭石上。 雨淋,水冲,风吹,钻住了房子。 房子走不了他,因为根基立在潭石上。 他听见我主啊,不许醒了。 好比一个无事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雨淋,水冲,风吹,钻住了房子。 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了很大。 耶稣讲了这句话,众人都进行他的教训。 因为他的教训他们,正像有权利的人,不像他们的温室。 所以这是神的话。 所以凡事看见,凡事听见,凡事愿意遵循的,都是耶稣的。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祢。 我们今天能够来到祢的面前,用我们的生命来敬拜使用祢。 主啊,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 而且我们能够敬拜祢。 这也都是神的这个恩典。 主,若不是耶稣基督。 主啊,我们今天还在这个灭完当中。 主,我们感谢祢。 祢的救恩。 祢的恩典。 主啊,使我们能够得永生透过耶稣基督。 主啊,我们来到祢面前。 我们祷告,愿祢的宝座设立在这里。 主,祢做王,祢做主。 帮助我们有一个能听的耳朵。 帮助我们有一个能够领受祢的心。 主,并且有这样的心智,愿意来遵循神的话。 主啊,祢来激励我们。 祢保贵是圣灵,来感动我们。 来感动听跟讲的。 我们同受到这个造就。 我们感谢祢,祷告负祢,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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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我们最常见的,如果一对新人要结婚,在这个教堂里面 那牧师就会问他们,什么问题呢? 当然我现在记不起来,通常我都要看一下来问他们 但是这个是什么呢?彼此立这个十月 当彼此立丝业的时候,尾声与对方有这样的口音和尾声 最佳的尾声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有的人在结婚的时候通常都是笑,当然也会看到有哭的 因为可能有的太太觉得太辛苦了 今天你终于能够尾声与我了 这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情 是的,那个尾声是非常重要 那真正能够视线那个尾声呢? 那就让他走出去之后,喝完喜酒 一月,一个月,之后万万的几十年的生活里面 你就可以看出他真的有没有这个尾声 但是当然那个立志是非常重要的 你立志的时候,你就有一个方向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当你走这个方向的时候 那你必须要实践这个出来 所以什么是尾声呢? 当我们今天讲到所读的这个经文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这个尾声的时候 所以所谓的这个尾声呢 就是尊主耶稣所教导的何行? 就是教导耶稣所教导的我们 我们遵照去行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是这个尾声 所以今天当我们讲到所读的经文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 我说有一个总和的话 就是天国子民的尾声 当然耶稣讲很多这里的这个信息呢 如果你看的话 其实分开来讲的话 其实也有很多 所以神的话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所以有的时候一节两节经文 其实可以讲很久的 特别如果你好好地读圣经 也可以把这一节两节经文 你送很多可以分享 所以我今天简单的跟大家来分享 这个天国子民的尾声 当我们讲到这个天国子民的尾声的时候 如果按照今天所讲的这个经文 一开始读的时候 那耶稣就给我们两条路来行着 什么路呢? 不是坐火车 不是坐高铁 还是坐飞机 他是路走路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窄的 一个是宽的 所以你今天如果你说我是天国子民 我要为生与基督 那么耶稣就把这个两条路摆在我们面前 所以一个是宽的 一个是宽的 那么很重要 这两条路啊 你选择错了啊 这个是影响你的啊 不但影响你这一生啊 这个来生啊 都深深的这个影响到 所以 所以这个 这个路啊 你选择这个什么? 主耶稣摆在我们面前 宽的跟宽的 所以宽门呢 是什么? 这个终点是什么? 永生 那宽的路呢? 是这个裂丸之路 是裂丸之路 所以什么是宽? 什么是窄? 当然 这个并不是我们所看见的 来讲的话 对不对? 今天我们开这个路的时候 有的是有比较小的路 如果你去抛杀的话 你知道有两条路吗? 对吧 你们可能都没开过 你们都是开脱离活 只有我们这些以前很穷很穷 不容易配这个拖路做 所以就开六十六 哎呀 六十六只有one way 一条上一条下 然后还要经过许多的traffic line 所以有的时候 油便宜的时候还好 油贵的时候 其实你是傻瓜 哈哈哈哈 他都买华了 这个更多 所以 来不是这个 匡分掌 这个匡分掌呢 当然有这个属名的 这个含义 对不对? 有一个含义 那么有一个牧师啊 他就属于啊 当然我们都坐过这个飞机啊 我记得很久以前坐飞机 一般上每一个人可以打两个十笔 现在很多的飞机啊都减去一个十笔 如果你坐local的话 没有啊 你要的话还要付钱 当然你做donastic 付25块钱还好 他是做国际的 一个十笔多少钱啊 一百块吧 一百块 有的时候你从马来西亚买多多的回来 根本不值一百块钱 那些食物想吃的其实都很便宜啊 所以有的时候不值得 所以当我们说这个框 这个载的时候 属灵的这个含义 所以我们说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 我们背负就许多的这个行李病 当我们说行李病是义夫是不是 当我们说属灵含义的时候 我们背负就这些重当啊 这个行李啊是什么呢 是这个罪恶啊 是世界的各种的这个隐忧啊 是世界的这个许多许多的 我们说好像说燕乐啊等等 虽然是好像很快乐 但是这些都是犯罪 都是短暂的这个快乐 所以我们要进这个窄人的时候 你不能够背着这些 你不能带这么多心理的 好 进不去 好 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 你必须要把这些都丢掉 好 不能够大 所以当我们主耶稣讲到说 你进窄人的时候 你属灵的这个角度 意思就是说 你要怎么样 你要找这个远生之路 就是主耶稣基督所给的这个远生助主之路 所以窄也表示你要怎么样 你要听从你要接受 你要付代价 而且你还要怎么样 你还要脱去 甚至说脱去种种什么 场类的这个罪 所以许多的东西 世界上许多的这个东西都长老给我们 他要我们对付 有许多的这个放不下 所以耶稣说要进这个窄人 所以进这个窄人 你必须脱掉这一切的这个 你才能够进去 不然的话 世界走来走去都是很多这个宽路 是不是很容易 宽的路很容易找 对不对 各种各样的都有 对不对 各种各样 如果你想要什么 就可以得什么 对不对 特别现在这个网络的这个世界 哎呀真的 人的这个情欲 如果你要认 放恨的话 或者认信的话 真的太简单 今天这个网络这个世界 真的是很可怕 所以如果我们不节制 如果我们不跟随走这个窄人 这宽的路实在太不好 特别是现在这个世界 活在这样的现今的这个世代 这个矿的路实在太太 所以有的时候不必出门 在家里 真的都可以 留守敬礼这个什么 这个情欲的这个坏坏 都可以 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但是耶稣说天国的子民 你要为生于这个基督 你要怎么样 你要进窄门 不要走这个宽凳 不要进这个宽 不要进这个窄门 所以窄门是主的路 窄门是附带交的路 窄门是要听从主耶稣这个话的路 不容易 容易吗 不容易 不容易 但是你要走的话 你就要负担一下 你就要放下自己 许多时候不容易 最难过的一况 就是我们放不下 惨累我们的 很多时候都是惨累我们 使我们不能够跟随主的 所以主耶稣说 你必须要进这个窄门 所以今天我们感谢神 如果你来教会 你有亲近神 你都听到神的这个呼召 他呼召你 主耶稣呼召我们 来跟随他 来信他 来接受他 接受他 做他个人的这个窄门 哎呀你跟随他 你就找到这个门 你就找到这个门 所以这个门是什么 是窄门 主的路这个窄门 因为这个窄门 这个路 引到我们什么 走到这个远神的这个路 远神的路 所以我们有两个这个选择 所以你要进窄门 还是要进这个窄门 你还是留念世界的东西 还是你用你放下来跟随主 富上这个代价 富上这个 我们说要用你牺牲来跟随主 你用你的胄 你就进这个窄门 这个路是你到我们走这个远神的路 所以接下来耶稣继续讲 他提醒我们 我们要防备这个假献子 他们到我们这里来 外面是什么 他拨着这个羊皮 别面却是长包的了 所以我们也知道 今天教会也面对许多的挑战 教会也面对许多许多的挑战 所以 当然 我们在华人教会 常常会听到不同的 这个 不同的这个 这个消息 大家有听过这个东方场电吗 有的人有听过 那么这些都是异光 这些都是假献子 他们也讲这个圣经 但是 他们 讲的都是什么 到头来都是 常包的 这个狼 要你们 这个堕落 要你们到这个 猎完这个置路 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放飞 当然我们说 在美国好像都很好 对不对 哎呀 你去美国这样飞去哪里 好像都很好 但是也要小心 今天在美国教会神学里面 真的各能各派 所以我们也要非常非常地小心 有的是说 耶稣是爱 所以不讲这个公义 所以他说 哎呀 没关系 只要我们有爱 我们就可以得救 就可以得救 是吗 不是 耶稣讲的这个非常地清楚 我们的神是有爱 心有爱 有爱 是勾引的这个神 所以是勾引的这个神 所以说 我们都要这个 来这个防备假神经 所以我们要引起的课书 我们要引起 学习神的这个话 哎呀 能不能够来参加这个 主不崇拜很感谢神 那是够吗 不够 那只有师母说不够 那其他人敢够吗 那我说不够吗 所以希望大家说够吗 那大声一点好不好 不够 不够了 所以我们额外 我们还要引起的 学习神的话 好好学习神的话 对 所以主学啊 团企啊 都给我们这样一个 这个机会 来学习神的这个话 这样你才能够分别是非 对 你才能够分别是非 哎呀 如果神敢过你 你还要更多的那个进行 对 你又要有更多的那个进行 所以有的时候 所以有的时候 我知道我们 我们教会很特殊 我们的家人都还在 都不在美国 所以有的时候 假期也很少 所以有假期就去哪里 当然我们家 看爸爸妈妈 这个是很了解的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还有这个机会 如果家人都在美国 看爸爸妈妈比较简单 你的假期 其实有的时候还可以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当然我们说 做神教 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说 我们真是要 这个阴区 来学习神的话 分别 这个是非 所以就讲到这个假贤子 所以他非常小心 所以假贤子外面看起来 像这个羊羽 但是里面却是长暴的 像蓝 那怎么分别呢 那主耶稣就说了 凭他们的脖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所以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 荆棘能够见葡萄吗 不能 对不对 有的时候你说 我明明种了 种了这个配 但是长出葡萄 你弄错了 是你弄错 因为你以为你是种 这个礼 但是借出来是谷火 其实它种植就是 这个谷火 所以树 什么树 就借什么的就是多吉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有什么神秘呢 我们有耶稣奇余的神秘 我们得着的是一个生命 所以主耶稣祂说 我来是要叫你们怎么样 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所以主耶稣 不是一个认识祂 祂是教主 我认识祂 我每一天 去做礼拜 就可以不是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说 你必须亲自 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基础 所以我们基督教说 神没有孙子 只有什么 儿子 所以你相信 你接受耶稣基督 你就称为什么 神的这个儿子 天父上帝 爱的这个儿子 你不能够说 我家里是基督徒 我有去教会 我就是基督徒 不像这个末世人 对不对 你爸爸是 你爸爸是这个回教会 你肯定也是这个回教徒 你不能给这个改的 特别是在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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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也很小心 有一个从迷利区的学生 到西马 住宿 住在马来人的家 他们还在高中 所以那些马来人就向他 传回经 叫他信 信这个意思来讲 当然可能这些孩子也不好意思 在这个人家家里就信 后来回到尼里 不晓得什么缘故 他生病过世 你知道回教徒这个过世呢 必须以回教的章领 所以他爸爸妈妈完全不懂 不知道 所以 就为他安排章领 没想到回教徒的这些的章领 要借他的尸体 因为他说他已经是回教徒 这种事情常常发生在马来西亚 死后 真 尸体 所以 有的时候我讲离题 但是我的重点就是说 我们信耶稣不是跟谁 我们乃是你自己 你自己 跟主 要建立这个关系 所以有了这个关系 有了这个生命 你就怎样 你就怎样 能够借出 这个生命的国籍 你说 我是基督徒 但是如果你没有 一点的基督的这个生命的国籍 那是怎样 那耶稣就说 就像这些假性子 外头看起来 很好 很尽全全就好 但是凭他们的国籍 就看出他们不舍 所以 主耶稣说 凡好数必然借好国籍 坏数不能借好国籍 所以就凭他们的国籍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到底是什么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信耶稣了吗 你有信住耶稣生命 所以我们都要在神面前反省 主啊 你借出这个生命的国籍 当然你不要怀疑 说我还没有信主 但是如果你真意 你不确定 你没有这个 确认的话 当然你要好好在神面前 真实的接受耶稣基督 进入你心中 做你个人的这个见绝 我们已经信主了 那我们现在都没有接触过去 今天我们听到这个信息 等一下我们就讲了 我们必须要 有这个委身 所以我刚才说了 所谓委身是什么呢 所谓委身 就是 遵循主耶稣所讲的 所以这个叫委身 所以 我们信主 我们有委身 我们听是听 他讲是我们选择性的 来遵循 对不对 这个可行 这个可行 耶稣讲十个我听到 一个表情 几个 觉得不可行 这样 这样你很 常经历主的这个道理 所以唯独这个遵循神的 这个话 神的旨意 他想你才能听 所以难怪下面就说了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都不能进天国 主啊主啊 这个叫主啊 叫得多好听 对不对 是不是 哎呀你的孩子 嘴巴很甜 当然你不高兴 对不对 高兴吗 高兴 但是他 都不做你 叫他做的事 嘴巴在甜 你会怎么样 你还是会生气 当然小的时候 还不可以呀 慢慢长大了 还是这样子 你就会很怎么样 很失望 英文字叫什么 Frosted Frostated 对不对 所以 主啊 所以主说 不要只是 你称主啊 主啊 已经可以进天国 要怎样的人才能够进天国 遵循神使义的人 好 遵循神使义的这个人 才能够进天国的 所以我们说 这个是 我们值得要好好来思考的这个事情 然后我们 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不是参事大美神 而是主啊 但是我们有没有遵循神的这个使用 求圣灵来 来观照我们 这个比利格罗 我们在哪里看过他讲的一句话 他是讲英文 我把它翻成中文 希望是正确的 那么他的意思是说 他说如果你在世上 你失去的这个财福啊 你失去的这个财福啊 他说 其实你没有失去什么 通常我们失去财福的时候 心痛得要死了 他说 regrind 其实你没有失去什么 他说如果你失去贱堂 他说其实你有失去意思 他说如果你在这失去贱堂 其实你有失去意思 最后他说 如果你失去这个生命的品格 其实你失去全力 品格 大家知道什么叫品格 我们都盼望我们的孩子有好品格 所以我们盼望孩子有好品格 当然我们自己也要好品格 你要孩子有好的品格 当然你也要教导孩子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当我们基督徒讲到这个品格的时候 我知道 这个 Besit Life 很多人以前都上过Besit Life 那么Besit Life的一个 当事从台湾来有一次的见面 他就跟我讲到这个品格很重要 他说我们讲 他跟我说基督徒讲品格的时候 就是讲基督徒的生命 所以我就讲 Bee Graham讲的很重要 如果一个人失去了这个生命的品格 其实他只失去了 这个道理 我们基督徒有了耶稣基督神 自然的能够追求 如意追求 就会有这种的 基督神的这个品格 所以你能够有 那你就是要 来遵循什么 天父的 这个词 来遵循 神的 这个话 所以今天你记得两个字 如果 行 行 对不对 唯独遵行 什么是遵行 做出来 行出来 不当难听 对不对 有的人 很会听到 你叫他讲 他也是 讲得很好 但是 没有行 这是父不喜悦的 他说 竟不能进 这个 这个天国 所以 这个行 当然我们等一下再看一个行 这个很 耶稣做了一个礼遇 所以我们说要遵 行天父的 这个词 遵行天父的 这个词 所以今天我们说 我们 我在加州博物会的时候 好像有跟你们讲过 有一个 这个 帮我们词琴的 哇他真的是 很有这个天分 他常常跟我说 你看 这个报纸都跟他 词琴比赛都是打 这个冠军的 很厉害 他说我愿意 他说他愿意帮我们教会 这个 这个词琴 哇我们教会的人 当然好啊 这么厉害的人 愿意来帮忙我们 事情好啊 问一下是基督徒吗 是 当然 这个是很好了 哎呀 但是呢 哎呀有一次 有的时候 他还参加这个 领恩派的这个聚会 你半天来 但是平常 你还要去参加领恩派 有一次他 说牧师啊 你要去 去 很多牧师都会被人邀请去参加领恩派来倒一下 敬礼一下 他说我倒得很舒服 他说你要去倒一下 哎呀我真的去了 不干了不是在礼拜天 是他们周见去不就去 哇祷告啊 我一直站起来啊 我真的真的倒了 我没有倒 我就是想 哎呀我有什么问题吗 哈哈哈哈 问题没有了 当然有一些人也没倒啊 哎呀后来我就 仿佛思想在神面前倒了 当然不要讲 赢恩派 福音派的意思 我也见过福音派的 那么有一些这个 有一些的很努力 敢聚会啊 哎哟什么大牧师来咯 我们要去听啊 我甚至听过一个传道人 跟我的这个会员讲 有好的 就敢去听 就敢着去 敢着去 哎呀我说哎呀 这个这个对不对啦 当然 所以后来我们就跟我们教会说啊 我们 我们自己教会还是唯一这个 主要 如果周见有时间 特别之会当然是 可以都去的 但是有的人都说多么好多么 然后一直倒一直倒 有这些的这个经历 有这些的领受 我不舒服去感觉他们 我只是照着今天 神的话 跟我们说 如果你听了这一切 你领受了这一切 你没有遵循神的话 去做的话 还是什么 还是没有能 到达来主说 凡称呼 主要主要主要主 不能东进天 我们 所以我们说有特殊的这个领受 特殊的经历 哎呀我们 就要怎么样 要去遵循神的这个意思 就是记住 你不真 不能只说好 很好很好 对不对 很好很好 然后就不去照神的话 去做 这个事 所以就说 凡称呼 主啊 主啊 乐乐 都不能进这个天 多好 他说当那日 有人就说了 主啊 我不是奉祢的名传道吗 对不对 奉祢的名传道 我现在在这里就是 奉祢的名传道 好 他也给我很大的提醒 奉祢的名感鬼 奉祢的名信义能 还有奉祢的名做很多很多这个事情 但是主说 我就明明的告诉你们 我从来不认识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 如果我们甚至为主做事情 你没有遵照神的意思去做的话 主说 以这作恶的人离开 所以这个事要非常非常小心的 所以每一个错传道的人 我们都要常常放心 我为什么传道 我为什么传道 在美国做传道 是很难不错 我被案例之前 我去看一个医生 这个UMC UMC要案例做牧师 有很多的这个要求 要检查身体 然后那个医生问我说 哎呀 你是要做牧师啊 我说是啊 他说牧师是很受人尊敬的 他说 我说真的吗 怎么尊敬法 他说就像律师 就像医生 哈哈哈 我说哦 做牧师也这么好啊 好像你们不相信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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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一样啊 这个不一样啊 在美国做牧师 有大有小 他才是看那些大 看那些 Mega Church 大教会的牧师 那真的是 不得了吗 那些Mega Church的大牧师啊 有的真是可以 像什么 医院的业长啊 学校的这个 President啊 真的有得比的啊 是很大 受这个尊敬 当然有些是小传道人啊 只不管如此啊 我说给 我们做传道人的一个提醒 我今天为什么传道 我只是要人尊敬 我只是为了一份工作啊 为什么传道 对不对 主耶稣说要遵守神的这个旨意 当然我今天说为什么传道我 不能把我的福照告诉你了 以后也就告诉你了 总之说要遵照神的这个意思 我今天传道 还是神特别给我的这个福照 叫我做祂的同仁 叫我 勿养祂的这个眼泉 叫我有爱心 来爱这个眼泉 来引导 用神的话来为你来承担他 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误会 牧师一直讲我 其实有的时候是提醒你圣经的话 因为这是做传道的这个证明 希望能够领导你 走到神的这个道路上 不意思 所以今天就是 所以今天我们说 我们鼓励弟兄姐妹 我们说 就招待啊 来这个领餐 你为什么领餐 这问题也不是问你们两个的一样 只是给我们一样 我为什么 我喜欢这个 因为我喜欢 因为我 好像 好像 感觉不错 就是这样子 都是 你做的时候 你是否遵照神的这个意思 遵照神的这个意思 所以这是为什么 以前我都鼓励这些 教祖路学的 做什么事 没有预备 特别是礼拜六 我不受担当课程的礼拜 礼拜六 要心理准备 有时候要祷告神 然后祝我 主啊 你家庭给我这个力量 你给我能力 给我智慧 甚至为贵重祷告 你唱的也要回贵重祷告 有时候不要我们自己唱 他们都不唱 我们礼拜要花时间 说主啊 我用我的 心理和诚实来唱 我们也盼望贵重 也用心理和诚实来唱 必须要有人付上这个祷告的代价 所以 为什么 圣经就讲到 主说要遵照 祂的这个仪式去做呢 才蒙祂的这个喜悦 才蒙祂的这个喜悦 所以主耶稣又讲到 911 所以祂说行呀 遵行很重要 如果不遵行像什么呢 祂说像一个无知的人 怎么样 把凡子 建在哪里啊 杀土上 你听啊 你说很好很好 实在不错 但是耶稣说 但是耶稣说如果你不行的话 你就等于 把凡子建在撒土上 一经过什么 这个打击 就倒了 所以有的人说哎呀 祂信主二十年了 为什么要祷告 问题在哪里啊 在根基 根基的稳和不稳 就在乎你 听了 有没有去遵行 有没有遗生 如果 你有 这个尾声的话 耶稣说你就像一个什么 聪明的人 听到耶稣的这个教导 你就去遵行 遵行 就像什么呢 把凡子盖在什么 磐石上 风吹 雨淋啊 水冲啊 转就那这个凡子 凡子 总部倒塌 总部倒塌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要行 要遵行 神的 这个旨意 耶稣说这样的人 什么话 是一个聪明的 所以你要做一个聪明的人吗 所以我说了 其实你们 就像来如什么 我们讲到 你简单的 要还是不要 是还是不是 你要做一个聪明的人吗 要 要 要 所以看望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不能怎样 来遵习神的 所以天国此理的这个无益圣 所以我再强调 所谓无益圣 就是 把主耶稣基督教导 怎样 事实出来 遵习 遵习祂 这是所谓的这个无益圣 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遵习神 一起来 遵循祂的 什么 可以时间关系 我本来很想看 刚才那首诗诗歌 是谁在称呼主啊 到最后既然若 是谁称呼主啊 到最后得主的 你才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帮我们都说什么 我们都能够来遵循神的旨意 来我们来念一下这一节经文 他把这一节经文 能够深深地成长来的一篇 就是第七章的二十一节 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尊心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唯独尊心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所以祂方感到每一个人都能够珍惜我们天父的这个旨意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祢 今天我们再次感谢祢 试下祢宝贵的话语给我们 主啊我们真的感谢祢 祢的话实在是我们属于生命的良心 主啊 盼望我们都能够来领受 并且把它吸出来 这是一个聪明的人 我们不要做一个愚昧的人 无无子的人 我们听到全部居心 主啊一致我们属于生命完全没有根基 我们经不起这个打击 主啊 孩子要为这里的每一位来报告 盼望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 盼望我们听到我们读圣经 我们领受我们把它遵行出来 盼望我们的生命真实显入出 我们是天国的子彼 是一个有为生的这个天国的子彼 主啊一次我们能够借出这个国子 来荣耀我们的主 主今天我们也来到祢的面前 领受主的这个神仓 主啊当我们领受主仓的这个时候 我们先在祢面前感恩 感谢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也在主面前我们认罪悔改 我们有得罪神得罪人的 所以再次愿主的宝石洗净我们 捷径我们 感谢祢的宝石 主的宝石是大有功效的 使我们得捷径 主我们谢谢祢 我们也计念祢 为我们所做 也计念祢的这个教导 特别今天以言文的教导 要遵行天父的这个旨意 就是要遵行神的话 不要把它醒出来 主要求祢帮助我们 当我们领受圣传的时候 我们再次说 主祢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求祢在我们生命当中 给我们力量 使我们能够遵行天父的旨意 能够遵行天父 向上承员 耶稣 祝福祈祥